大家好,我是侦探 还记得之前特别火的二重螺旋吗? 侦探带大家一起欣赏过这款二游的PV 虽然它里面的画法和战斗方式都很新人 但是光看这些东西确实还不太尽兴 但是别急,就在最近二重螺旋已经开启了实际测试 毕竟实际测试和PV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有点类似用原相机和美颜相机拍掉的区别 想评价一款游戏好不好玩 那实际测试是一定要看的 首先从实际的键位设置和布局就能看出 这款游戏是有官方PC段的 而且操作起来很适合剑鼠和手柄 并不是模拟器那种强行适配 毕竟二重螺旋是会同时上双段的 我猜测大概就会搞一个多端互通 在战斗过程中 远近武器的自由切换我认为应该是游戏的最大特色 我们可以先从远处 用热兵器进行消耗 再冲入敌阵用冷兵器大杀四方 二重螺旋还加入了战斗的评分系统 连弹越丰富 评分就越高 这玩起来就有点像大命运的鬼器 只要你的想象力够丰富 哪怕是寥寥几个技能 也能演变出无比华丽的连招 横扫千军 其中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赛奇 在PV中就已经留意到了他的表现 他的主副武器之间的衔接巧妙而优美 战斗就好像在翩翩起舞一样 在开大之后 赛奇还会伸出双翼 悬浮在天空中 不仅机动性得到了大幅提升 武器也会转变成无限子弹的高速浮游炮 对敌人进行降维打击 另外 二重螺旋的关卡类型也很丰富 并不是单纯的一味割草 还包括了寻找目标 收集血清等任务 游戏里还内置了一个声音很好听的NPC白 他会在关卡中为你提供语音指引 这样打起来就不容易产生无聊的感觉 除了这些 真的还留意到了一个对话选择系统 主角在交谈中 可以选用各种不同的风格 比如材质 共情 道德 功利 混沌 选择不同 还会对任务奖励 以及剧情的进展产生影响 甚至还会有类似跑团玩法的 炙头数字判定 二重螺旋能实现这一点 真的很吸引CRPG玩点 最后 对于这次的实际测试 我个人还是相当满意的 也希望官方能早日放出更多内容 可供使用的角色能更多一些 让大伙先爽一把 这里就先期待一下吧 我是侦探 资深游戏爱好者 期待你的观众